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视察吉林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2月22号至23号 省委书记景俊海 省委副书记省长韩俊 率队与国家相关部委单位在北京举行工作会谈 代表省委省政府向有关部委单位 对吉林振兴发展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 就加大相关政策倾斜 加强合作项目建设 开展技术联合公关等进行对接协调 积极争取更大支持 加快推动振兴发展 为实现十四五良好开局 整合资源汇聚力量 省俊海 韩俊一起与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会谈 恳请在深建自由贸易试验区 办好第十三届中国东北亚博览会等方面 提供有力支持 更好发挥吉林作为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 和我国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作用 加快打造新发展优势 王文涛表示一定积极支持吉林建设开放合作新高地 助力十四五吉林振兴率先实现新突破 在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党组书记于彦宏 局长于文明会谈时 警聚海 韩俊 首先感谢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对吉林疫情防控工作的科学指导和大力帮助 希望继续加大对我省常态化疫情防控 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指导支持 在吉林省中医药传承创新中心等项目建设方面 予以更多倾斜帮助 提升全省中医药服务质量水平 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安全 于彦宏 于文明表示 一定支持吉林中医药产业发展壮大 培育吉林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警聚海 韩俊一起与中国科学院院长侯建国 副院长殷和俊会谈 希望进一步深化省院合作 联合开展黑土粮仓科技会战 共同筹建国家半导体激光技术创新中心等重点平台 深化与中国仪器常客公司等吉林企业合作 完善科技服务网络 加快正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 为新时代吉林振兴发展增效赋能 侯建国 殷和俊表示 一定与吉林保持密切协作 共同建设项目联合开展公关 力争取得更多成果 在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董事长戴后良 总经理李繁荣会谈时 警惧海 韩俊希望加大技术改造力度 加快极化炼油化工转型升级项目落地实施 围绕吉林 风 光等新能源资源 谋划布局更多重大项目 推动双方合作再上新台阶 戴后良 李繁荣表示 一定谋划实施好重点项目 加强在新能源等领域投资合作 助力吉林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 在与国家电网公司董事长新保安会谈时 警惧海 韩俊希望进一步支持 路上风光三峡 集电南宋特高压通道 抽水蓄能电站等重大项目和农村电网建设 完善新能源汽车 充电 换电等配套服务 为吉林加快乡村振兴 产业转型升级 提供可靠电力保障 新保安表示 一定加快新能源发电等重点项目建设 更好服务吉林经济社会发展 在与国家能源局局长张建华会谈时 韩俊希望国家能源局 在吉林实施路上风光三峡工程 建设国家级新能源生产基地 开展新一轮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等方面 给予更多支持 着力破解新能源发展难题 张建华表示 将加大对吉林清洁能源开发 电力外送通道建设 计划吉林工程等支持力度 助力十四五时期吉林振兴 率先实现新突破 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 曾一新会谈时 韩俊首先感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对吉林疫情防控工作的指导帮助 希望在发展疫苗产业 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等方面 给予更多支持 曾一新表示 将加大对吉林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重大疫情防控等方面支持力度 支持吉林发挥优势 提升医药产业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 吴近平 胡家福 李月 阿力嘉 李伟 王廷凯 安贵武参加有关活动 今天下午 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江泽林 主持召开省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汪洋主席在全国 暨地方政协委员读书经验 网上交流会上的讲话精神 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 省委专题会议精神 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大会精神 省委统战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江泽林指出 要按照党中央和省委部署 加强组织领导 落实主体责任 高标准 高质量 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 要深入开展读书学习活动 促进书乡政协建设 要聚焦十四五目标任务 优化营商环境建设 有效提升民主监督水平 要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 不断提高做好统战工作的能力水平 为推动我省十四五时期高质量发展 做出政协贡献 薛康 知建华 李景浩 赵小军 曹宇光 蓝红良 李维斗 郭乃硕 郭树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在我省广大干部群众中 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为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一定要做到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重德 学史力行 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定信念 凝聚力量 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 启迪智慧 砥砺品格 以优移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是牢记初心使命 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 是坚定信仰信念 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 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 拥保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 在我省各高校 广大教职员工深受启发和鼓舞 大家表示 要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融入到科研和教学工作中 引领青年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和历史观 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兹主义的气魄 这是一篇深刻总结 我们党百年历史的纲领性文献 同时呢 这也是一篇引领中国走向辉煌未来的 辉煌的动员令 那么作为我们思政课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党史观和历史观 把总书记的讲话 融入到我们思政课教学当中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吉林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正在设计以40为主题的展览 全力去建设红色教育基地 为吉林省党史教育活动 扎扎实实的开展 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作为一名党校教师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 我们一定会按照总书记的要求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深刻学习领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 最新成果去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的一百年 是始至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 是毕露蓝缕 奠基立业的一百年 是创造辉煌 开辟未来的一百年 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 总结好 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 发言好 习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 作为我村今后工作的重要纲领 通过发展重大 村籍特色产业 充分发挥村籍党组织 和支付带头人的组织带动作用 推动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我是1974年入党 感到变化特别巨大 我亲身感到 这都是我们党的领导 党的政策好 没有改革开放 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 党员干部 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 都要全身心投入 做到学有所思 学有所悟 学有所得 作为一名基层选讲员 我们感到 真是任务艰巨 责任重大 实名光荣 今年我们二道区 把这个党史教育 这个作为我们村讲的重要内容 进行了部署 下一步 紧紧地围绕 我们党领导中华民族 站起来 富起来 抢起来 这个光辉立场 深入社区 深入群众 讲好我们党的故事 帮助这个居民群众 了解我们党 认识我们党 增加对我们党的感情 时刻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 我们呢 争当党史知识的小灵通 党史宣传的大喇叭 把这个党史知识传播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我们党的百年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新联新 同呼吸 共命运的历史 做一名基层党代表 一名社区工作者 我想把学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和日常工作相结合 时时刻刻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当好社区建设的领路人 当好服务人民 服务群众的贴心人 让更多的人民群众 凝集在党气下 永远听党话 永远跟党走 新春一史 陶南市积极开展 产业链技术服务 努力做到焦点精准 举措精准 接力奔跑 加劲冲刺 带领乡亲们 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 开好局 骑好步 铁锅炖大鹅 是陶南农村代客的硬菜 中月初六 脱贫户郑立宴 有时多了一只大白鹅 柴火灶大铁锅 再配点土豆 这鹅肉的滋味没挑 自打进入正月 郑立宴已经杀了三回大鹅了 今天过年挺乐 养活点大鹅 挺挣钱 请亲戚朋友 喝点吃点乐 陶南市因陶儿和得名 乡亲们向来有养鹅的传统 当地殷势力导 鼓励乡亲们养大鹅 2020年 养鹅让脱贫户郑立宴 年收入突破一万一千元 今年春节前 他又听到了一个喜讯 这个年过得格外舒心 为调动农户养鹅的积极性 镇里和村里出台了一些扶持政策 企业与三发村 减土村 480户村民签订了养殖合同 每户发放30只鹅厨 农户只需要承担40%的费用 其余由村集体和企业承担 这样算下来就有账算了 陶南大白鹅在市场叫响了名头 今年当地进一步培育发展后劲 与新红园生态勤业公司 共同投入500多万元 建成6000平方米养鹅车间 从养殖屠宰到分割 加工一条龙作业 预计年初篮将达到30万只 提高产品附加值 拉动农民就业 让大白鹅真正成为 农民致富的发家法宝 围绕共同富裕 陶南市还确定了六大发家产业 包括牧业 光服 老酒 毛坊 生态旅游和现代农业 确保每一名脱贫户 都有两个以上发家项目 推动各项产业 向高端化 绿色化 智能化方向发展 把稳定可靠的增收渠道 由以往的脱贫加分项 变成致富奔小康的刚需 位于大通乡四海村 光伏扶贫电站 一排排光伏发电板整齐排列 正在收集到每一缕阳光 把它转化成能量 存进了阳光存折 今年 陶南市利用丰富的太阳能资源 扩大光伏电站的建设规模 目前 全市光伏电站已达65座 覆盖脱贫户8076户 15136人 年人均分红达1000元以上 靠太阳 桌家都得了钱了 这党正是相当好 五年来 陶南市脱贫户 年人均纯收入达到1.1万元 比2015年增加了6倍多 累计改造房屋15346户 硬化农村道路1300公里 自然屯行政村硬化路通达率 分别达到99.4%和100% 658个自然屯实现集中供水 28万农村群众全部喝上放心水 下一步 严格按照四个不灾要求 并将工作重心由集中工坚 转向常态常效 巩固提升上来 不断推动全面脱贫 与乡村振兴有效签解 近年来 化电市把营商环境 作为提升地区核心竞争力的要素之一 不断完善服务效能 优化营商环境持续按下快进键 服务沉下去 且提办法多 市场活力不断激发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前不久 总部设在化电市的吉林出彩农业 大大的出了一把彩 荣登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榜单 由此进入农业领域白名单 贷款融资额度由原来的千万级放大到一级 然而当初申报时 由于是全市首例 企业一时无从下手 助企专员第一时间把农业农村局 发改局 粮食局等有关部门找到一块 从准备材料申报流程等多个环节 以专业精准的帮扶方式 帮助企业解决了申报难题 让本土的企业能够真正的茁壮成长 然后在三沟沟里飞出一只又一只金凤凰 也振奋了我们以后在化电投资新业 继续加大投资这样的一个信心 服务更好 效率更高 让这里释放出强劲的磁吸力 今年吉林出彩农业正在准备加大投资 建设一个集大豆技术研发 种植 加工 仓储 揭杆综合利用 物流配送等为一体的化电非转基因大豆产业园区 打造以乡村旅游为主的大豆主题公园 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2020年化电市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固定资产投资 分别同比增长20%和33% 实现逆时上扬 靠的就是服务 既要温情帮扶 让企业加暖心 更要以便捷的服务环境充足的要素保障 让企业安心发展 化电市原方集团是一家 以生产汽车底盘零部件为主的企业 主要为一汽 东风 中国重汽等企业 配套生产汽车半轴产品 年销售收入接近6亿元 然而 就是这样的一家企业 也有揭不开锅的时候 2020年底 他们遇到生产原料涨价 运输车辆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运转资金出现缺口 化电市工庆局 开发区 还有四担保公司 都是帮助我们协调解决 保障了我们原方公司的顺利生产 让我们感到能够安心 放心的生产 化电市把减税降费 作为增强实体经济发展后劲的重头戏 关键招 打通难点 毒点 一帮到底 企业包袱轻了 发展步伐才会更快 今年1月 原方集团10条生产线 开足马力 实现销售收入6200万元 产量销量 创历史新高 营商环境多一点优化 企业发展就多一分保障 化电市既中招商 更厚养商 以门槛更低 限制更少的高质量服务举措 推动产业链的严链 补链和强链 推动高质量发展 在化电市 国有建设用地审批办理流程再次精简 审批实现由15个工作日 缩短至2个工作日 施工许可由原来15个工作日 压缩至3个工作日 我市有35个审批部门 1452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进入中心办理 全力推进了一窗受理 集成服务改革 企业办事可实现不见面审批 压缩办理实现 优化办事流程 切实提高了办事效率 真正实现了进一散门 办所有事 今年 化电市正在落实全省营商环境建设大会部署 扎实开展全市优化营商环境晋升年活动 推动营商环境再优化 再提升 再突破 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加快启动数字化电项目建设等举处 让政策落实直达企业 通过优化各类环境 真正让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活力更足更强 更加注重市场评价和企业获得感 让华业发展更有创新力和竞争力 连日来各地克服困难 因地质疑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让项目早日投产答效 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眼下 在松原经济技术开发区 加级产业园吉林瑞胜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6万吨酵母项目一期工程设备 已全部安装完毕 工人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内部装修工作 依托加级产业 产业的玉米全加工副产物 玉米进泡液为主要蛋白原料 主要是应用于饲料行业 医药行业 项目进程后 将有效解决玉米浸泡液 增值利用的瓶颈问题 进一步延伸松原市玉米深加工的产业链 在位于通化市二道江区的 安尔凯斯特吉林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年产500万件高端精密住建 加工生产线建设项目 也在加紧建设 为客服冬季低温给施工带来的影响 企业在施工车间 安装了取暖和通风设备 增加了施工厂房的保温层 提高室内生产作业温度 加快施工进度 现在的项目进展已经完成了90% 液压结构和机械结构 电器的安装已经完全结束 现在基本进入一个管线连接的阶段 我们现在有一部分在国内采购的货物 因为疫情的影响 没有能够到达通化本地 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 我们开辟了绿色通道 使我们的货物 已经在从港口的起运 将于近期到达我们当地 该项目总投资10亿元 建筑面积7.3万平方米 由于施工期得到保证 将于今年10月开始试生产 打产后 每年可生产各类汽车配件 及零部件200万件 实现产值16亿元 这几天 柳河县大健康产业园区 标准厂房项目 同样在加紧建设 施工方严格按照冬季施工标准 正在有序开展挖掘机 打装机作业 现已完成投资额1.25亿元 这个项目总投资是10.38亿元 包括ABCDE五个区 主要完成了A区的一些建设项目 包括场地的平整 道路硬化 还有所有单体建筑的管装基础施工 为保证施工顺利进行 柳河县相关部门开辟绿色通道 在疫情防控 施工人员调配 技术支持等方面提供便利 争取在开春之前 把所有管装道路硬化施工完毕 经了解得知施工单位 急需土房回填场地 我们积极协调料厂 在7个工作日内 为项目解决10万粒土房 加快来标准化厂房施工进度 下一步 我们将继续跟进标准化厂房项目建设 及时解决施工中 遇到的各种难题 日前农业农村部对全国106个措施有利 成效突出群众满意的村庄清洁行动先进县 予以通报表扬 其中吉林省吉安市 双辽市 辅松县三地上榜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开展以来 各地采取有效措施 迅速组织推进 动员近4亿人次圆满完成目标 我省因地质疑 拓展提高三清一改标准 主力引导农民群众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不断健全长效机制 美化提升春容村贸 促进农村人居环境质量全面提升 推动村庄环境 从干净整洁 向美丽宜居转变 欢乐家庭秀 祝福送不停 今天送上祝福的三组家庭 带来的节目各不相同 不光有契乐合奏 吉他弹唱 前安县的王子军小朋友 还带来了一段武术表演 一起看一下 过年了我给大家打一套东风拳 东风洞百物 草木近日盐 等闲时得东风面 万子江红总顺村 儿童三拳归来的 皇席东风创圆 暖肉山慈重庆 东风树五残寒 春长五处不飞蛙 还是东风月有学 青春期败楼梳书书客 独立东风看舞单 祝大家新春快乐 牛年大敌 幸福安堂 过年好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春节的花一样 把所有的怀恼 所有的忧愁 从风波催散 你笑起来真好看 像夏天的阳光 祝大家在牛年里 牛气冲天 牛运横通 牛才旺盛 牛年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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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牛气冲天 下面来看我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情况通报 2月22号0到24时 全省无新增确诊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 有4例长春市1例通化市3例确诊病例 达到新冠肺炎出院标准治愈出院 截至2月22号24时 全省在院治疗确诊病例27例 长春市1例通化市26例 现有无症状感染者4例 长春市2例通化市2例 近日长春市南湖公园冰雪灯光秀精彩上演 冰雕雪雕彩灯与传统表壶工艺 全新3D全息投影技术相融合 动感的音乐绚丽跳动的画面 为冬日的南湖公园增添了梦幻般的童话色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结束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可以关注吉林新闻联播的微博 微信和集市中客的端 感谢收看 再见 再见